如果刚刚这个写法OK 可是问题它有个缺点就是说 它太复杂了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个概念 把它加进来的话 基本上第一个 其实中间这一段就可以不用写了 只是说我这个地方 要怎么样把它控制 它能够输出几颗星的话 那其实你就可以 运用我刚刚讲的printer printer的话这边就是星号 那星号的话就乘以什么呢 刚才乘以i就好了 那i的话第一次就一颗 第二次就两颗 而且刚好它printer本身又会换行 所以几颗星printer换行 那不就刚刚好 所以你会发现刚刚的写法 再更精简就写这样就好了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也是Python的特性 你不要在其他原写 其他原不见得有资源的话 那写不出来 你就可能要像刚刚的写法OK 所以把它执行的话 那理论上这样就OK了 哇程式真的是太精简了 有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自串 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做 但是因为刚刚好 我们这个立体是可以用这种 不过其他地方如果不完全一样 它不是自串的话 或者是说它自串 不是像这种单一个自串 那你可以这样用 可是如果是复杂的自串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OK 好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把它反过来 反向OK 那反向输出的话 当然我这边看一下 我这边是有个写好的 我们来看 那基本上 这个是 把它提 把它反向一下 OK好 再弄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个说我要的结果就是 它刚刚是越来越多 现在是越来越少 所以如果越来越少的话 当然我们一样 可以用两种方法 你可以什么 for i 另外一个for j 不过呢 i这个部分 你必须要越来 一样要跑13次 可是呢 因为它跟j之间的关系 j的话是决定跑几颗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可以把刚刚的程式 复制过来 那其实只要改一个地方 改开头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可以 把那个for i in range的部分 本来是1到13 那我可以怎么 把它改成13到0 因为它就13 12 一直到0的前一个 那就1 就停下来 但是请特别注意 后面的话 一定要加个step-1 如果你没有加step 后面这个没有加的话 它只有跑13 就跳离了 因为它越来越多变14 14它停了 它就不会往下了 所以如果你后面的数字 比较小的话 记得这个step 一定要加-1 这个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没有加的话 程式跑一次就跳离了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后面部分 其实就不用改了 这个跟刚刚一样 就是1到i加1 i的下一个结束值 所以如果13的话 那刚好它就1 2 3 一直跑13个 所以13颗星 所以print 这边的话 一样这样的输出 然后把它输出 最后一个print 所以跑出来 就OK了 可是这种写法的话 当然没有刚刚那么精简 所以一样 你可以把它精简一下 所以精简的写法这样 这个可以注解掉 然后保留i的部分 只要列嘛 一样把它print print的话 一样怎么样 就是几颗星 乘上i 这样的话 如果13 对 你会这样试一下 知情 结果会不会一样 也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你来写的话 假如你知道这个方法 我想你就不会用 刚刚那个方法了 不过呢 两种方法最好都试试看 因为难保证说 每一次都是星号 这么单纯的字缘 可能有一些复杂的东西 非得一定要再一个回圈 那你还是要这样来写 像之前的九九乘法表 你就不能说 九乘法表可以用这样写吗 好像不行吗 你不能说我乘上几个1 不对啊 你要2 3 4 5 6 7 8 怎么办 不行 OK 那再来的话 后面请各位变化一下 变化什么呢 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前面 再帮我加上什么 加上空白 空白 在空白的话 那这个空白 本身就是一个space 就是一个字缘 那这个字缘的话 如果说我要加在前面 那它的概念 基本上一定是什么 一样我本来输出一颗星 可是这个输出这颗星的前面 我要再加上 其实它加总 一定要是13 所以也就是 你前面要加12个空白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12个空白 再加上一颗星 加起来总字缘 一定是13 那再来下一个的话 因为两颗星 所以前面的话 你要补11个空白 加上2 才是13 所以反正 total一定就是要13 就对 total一定要13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想想看 如果这一题的话 如果你不会用那个 就是重复 就是那个第二种方法 比较精简的话 我看你要写这个 其实非常困难 请各位试一下 想想看 前面如果说 我还要再加上空白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更精简的把它写出来 所以想想看 反正第一个 我们一定也是要输出原来的星号 而且是要正向的 那但是在星号的前面 多增加空白 那空白的总数 必须是跟这个星号 相加 结果是13 那所以程式该如何写 而且要把它加在一起 所以你如果把它串在一起之后 print出去记得要把后面的换行 也要拿掉 我在程式会发生错误 想想看 当然我给各位的是参考答案 也不是标准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如果你想要 不习惯我的写法 你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再更简单 或者更 你习惯一点的方法来写 也是OK的 试试看 没有 好